來 帶你來看房子 這間真的是很不錯 有沒有 喜歡就來煮啦 表羅里巴索 公請求天仙你駕到 800英尺 500英尺 降到 因為我想到55688 或是什麼 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他們常會在 跟你講什麼入籍號 收到 收到 我就想像是那個 天女下凡一樣 九天訊他就從上面降落下來 結果要算命 一定要立法 認真算命的 因為我就覺得我坐在那裡 在八江算命有好看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不可看 就是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陳志豪 哇 為什麼上面有你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就無聊PO到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立志說 我要當一個Youtuber 其實這些甘草人物 是真的很快可以 跟觀眾拉近距離的 他就一直叫我去那個菜市場買菜 或是去走一走 去看一下這些 生活百姓是怎樣生活的 好 好 好 來 來開董 按面膜 很漂亮耶 有沒有喜歡 喜歡是不是 為我介紹一下花蓮好不好 花蓮喔 花蓮都很舒服 我從台北來的 你不是花蓮人 黃東來是台中人 是喔 那台中人現在也在花蓮幫人家租房子 因為有房子很多耶 沒有看到 我覺得扮女生比較爽 是不是意思 就是女生其實我從小都覺得女生 作為女生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你說因為變化比較多嗎 對 男生其實就是頭髮 然後褲子 衣服沒有 女生可以口紅 眼睛 頭髮 頭髮也可以這樣子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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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覺得好好玩喔 變化比較多 所以我在那時候我很習慣那個口音之後 我非常會學原住民 就是我有時候去部落玩的時候 我一變那個腔道 他們整個是這樣往後退的時候 你是自己人耶 你是到底是誰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口音喔 嚇死人了 然後我就是想要做這個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變成這個議題 變成一部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 因為它很容易踩到點 而且每個點都是他們心頭 很敏感的一個部分 好 但的確就是從這個小小的房間 就變出了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對 一路累積起來的 因為很少節目可以讓我 真的用自己的樣子那麼久 大部分很喜歡看到我變裝啊 變成各式各樣的樣子 但我今天 我這次參與這個 我們回家把這個節目 我真的大部分都做自己 而且我覺得我做自己的表現 比我扮演角色還要扮得更好 以這次節目來說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因為好多人喜歡看我好多角色 可是你們好喜歡看我 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經驗跟肯定 我首先要謝謝你 帶我們回你的家鄉花蓮 因為這裡真的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我要謝謝你 這麼相信我 當你把你真正的自己 丟出來的時候 你相信我們會溫柔地承接著你 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信任 而我也一直相信 回家這個意向有很多重的含義 因為家承載了太多的回憶 那個回憶裡面可能有快樂的 有一些可能是你不願意再回頭看 你想要趕快把它丟掉的 但是到人生的某一個時刻 當你真的回家的時候 你又會在那裡重新得到 肯定自己跟繼續往前走的力量 所以我一定要謝謝你 因為今天如果不是你做了你自己 我覺得當你真的做了你自己的時候 你不只是給了你自己勇氣 你是給了我們所有人 所有人勇氣